好,那這個好拍棚呢,我覺得 那這個好拍棚呢,我自己是覺得它比較適合就是 那我覺得這個好拍棚呢,它比較適合就是 如果你是個人,然後你可能有做一些什麼手作的小東西啊 或者是你想要拍攝一些小小的東西 或者是 那這個好拍棚呢,我覺得它比較適合像是 你個人小小的作品啊,或者是小小手作的東西 或者是你想要分享一些小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好拍棚呢,比較適合是 就是你個人,然後你可能喜歡拍攝小東西啊 微距啊,或者是小小的吊飾啊 小小的手作的小東西 反正小小的東西都可以拍攝 你要拍攝水果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個好拍棚呢,它比較適合 像是個人,或者是小小的公司 你可能想要拍攝一些小小的東西 食物啊,蘋果啊,什麼小小的吊飾啊 手作的東西,小小的產品之類的 你就可以快速的產出一些漂亮的照片 而不用請到像我這樣的攝影師去幫你拍攝 或是你找一面牆壁,你是沒有辦法做出這樣的事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個好拍棚 它比較適合像是個人,或者是小小的 我覺得這個好拍棚,它比較適合像是給個人,或者是小小的工作室啊 我覺得這個好拍棚比較適合給個人,或者是小小的公司 像是有要拍攝產品的需要,或者是小小的東西 水果啊,蘋果 我覺得這個好拍棚比較適合給個人,或者是小小的公司 就是你有需要拍攝一些小小的東西 像是小小的手作東西啊,什麼小東西 反正只要小的東西都可以拍攝 不管你要拍攝產品,拍攝自己的作品 那你就是把你的東西丟進去 那你就可以快速的拍出高品質的影像 尤其是網拍啦,網拍像是蝦皮之類的 你要拍攝一個乾淨背景的產品照片 那這個也非常非常好用 你就不會用一面白牆,然後拍出燈光亂打 然後又要買燈價,又要買燈 然後又要買什麼背景紙之類的 那花費就會很多 或者是你需要找一個攝影師 然後你不想要花攝影師這個價錢 就是 我覺得這個小小 那我覺得這個好拍棚呢 它比較適合給個人,或者是小小的公司 你可能會需要拍攝小東西的 可能是產品啊,或是作品之類的 反正只要小東西,你都可以做拍攝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用啦 尤其是拍攝像是蝦皮 就是網路購物的那種背景 要很乾淨的純白,然後去背的圖的話 那這個東西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就是東西丟進去,你就可以快速產出 你只要拿你的手機,你就可以拍出好的照片 你又不用請像我這樣的攝影師 你要請我也是可以啦 但是你就不用請很貴的攝影師 去幫你拍攝一個很多很多的照片 你自己就可以解決 然後 你也不用去買什麼 背景紙啊,燈光啊,燈價啊 然後學一些攝影的基礎 你只要用你的手機 把產品丟進去,你就可以拍出好的作品 這不是超棒嗎? 開動之後 來幫我拍攝一下 D